十年过去了 受海啸重创的印尼亚齐省 硬体建设大体已经修复 但是那场灾难让人永世难忘 这场浩劫在亚齐省造成22万人丧命 近50万人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投入大约70亿美元协助亚齐重建 在海啸中失去姐妹的盖亚 通过信仰和家人的支持走出伤痛 并投入亚齐省海啸博物馆工作 盖亚说他希望同人们分享劫后余生的经历 并时刻提醒自己生命的可贵 协助灾民抚平创伤的心理学家祖贝迪表示 及时和持续的辅导是帮助灾民走出阴影的关键 而亚齐人信仰虔诚 宗教更成了许多灾民活下去的力量 泰国考乐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将近5400人在海啸来袭时丧命 当中包括年仅20岁的缅甸女子艾卫 她的家人直到最近才接到尸体被寻获的消息 生前是护士的她 尸体就安葬在泰南的海啸死难城公墓 这里还有至少400具遗骸没有人认领 当地警方表示不会放弃任何寻找死者家属的机会